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天昊老师 今天要跟大家讲解的是 生物与环境知识当生物遇上的生物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好 在讲这个单元之前想问问大家几个问题 请问一下你跟你的同学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跟你隔壁同学是互相借课本 就是上课时候跟他借个课本之类的 还是一眼难尽的关系 还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 还是超作业的关系 还是你跟他是竞争对手都在班上竞争 就是可能倒数第一名跟倒数第二名之类的 或者是互相帮忙 就是可能有时候考试的时候借个立可白 借个铅笔之类的 好 你有没有发现你跟他之间除了没关系之外 总会有种关系 对吧 你跟他都是生物 那生物跟生物之间也是除了没关系以外 也会有种关系 那我们今天来讲讲生物跟生物之间 究竟会有哪些关系好了 首先第一个要讲的是掠食 大家听到掠食两个字的时候 我想大家应该直觉想得到 有一个猎人跟有一个猎物 对吧 没错吧 就像现在荧幕里面看到这只鸡 他就吃了这只虫 好 那大家应该知道这只鸡在这一个关系里面扮演的角色 他就是一个掠食者 那这只虫大家想想看 那他扮演是什么样的角色 他扮演就是一个猎物 所以在一个这个掠食关系里面 他就会有一个掠食者跟一个猎物 分别他们两个关系 第一个 对于这只鸡而言 他是好的 对于这一个虫而言他是不好的 他是有害的 所以我们会说掠食是对一个东西有利 对一个东西有害 这大家记起来一个正一个负 好 这个正就是有意的意思 那负就是有害的意思 好 那接下还有哪一种关系呢 我们来看一下 竞争关系什么叫做竞争 不然你们再跟你的同学竞争过名次或什么东西 或者竞争过例如说午餐再抢一个鸡腿 或者是在抢一块鸡牌的时候 这都是一种竞争关系 但是竞争东西可能很多 那像是在大自然界里面 可能会去竞争像是 老婆对不对 竞争这个交配的对象 或者接下可能他会去竞争像是草皮 这种草啊或他食物等等 这些都是需要竞争的 所以对于竞争这种关系而言 其实对两方都是有害的吧 就是在两个互相竞争之下 总是会受伤的 那可能就有一方他就输了就被淘汰掉 有一方赢了他就活下来啊 这就是竞争的关系 好 那在接下还有什么关系 还有关系叫做骗力共生 什么意思什么叫做骗力共生 骗力共生啊就是对一个有益 对另外一个没差 什么意思呢 像你有没有看到这条鲨鱼 它很可爱吧 很可爱它就是这条鲨鱼 好 你有没有看到底下这边有只小小只的 对吧 这边有小小只的 常常我们会在鲨鱼的背上啊 或者是腹部看到一种叫做印鱼 他的头顶上有一个吸盘会去吸住鲨鱼的身体 那他这要干嘛 哎 鲨鱼平常在游泳啊 可是印鱼呢 他很特别是他的尾巴不发达 所以他游泳其实很慢 那他想要去很远的地方那怎么办 于是他就决定他就搭便车 搭这一只鲨鱼的便车 于是他就把他吸在这个鲨鱼的身上 鲨鱼在游泳的时候在往前游的时候 他就可以把印鱼带着一起走 所以对于鲨鱼而言他没差 但是对于这一只印鱼而言 他是有利的哦 所以片力共生 他对一个东西没差 对另外一个东西有益哦 这边大家可以在例如像是树上 大家可能看到鸟巢爵啊 或是什么之类的 或兰花 其实他们都长在树上 但其实他们就只是想要借助树的高度 能够有一些水气啦 或者是一些阳光 那其实他们不会对树造成任何的伤害 不会因为他长了一颗兰花在上面 于是树就垮掉了 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看另外一个关系 那就是互利共生 大家听到互跟这个利 就是互相都具有利益嘛 那大家想想看什么时候 两个东西在一起会互相具有利益呢 你跟你的同学作业互操吗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哦 好答案就是呢 大家可能会在农村里面 可能会看到牛上面可能会有一些鹿在上面 他们我们俗称这个叫做牛背鹿 他会去帮助我们这个牛清掉他身上的虫虫 因为他就在这个牛的背上面 找一些寄生虫啊 或是什么虫虫来吃 所以其实对于牛而言呢 他的虫虫不见了 他身上的亥虫不见 但是对于鹿而言呢 他可以吃这个虫虫 从这个牛上面找到虫虫可以吃饱 所以这个呢对两方其实都是好的 所以互利动生是正正 两个都是好的哦 好那在接下还有什么关系 还有一个叫做寄生关系 什么叫做寄生呢 你有没有看过有人说你是一个寄生虫 或什么就是你一直去拿走别人的养分啊 或是什么东西 但是却没给他任何的回报 反而还对对方造成了伤害 例如说大家不知道我们听过有种东西叫做冬虫下草 冬虫下草叫做冬天 它是虫 那夏天怎么就变成了草呢 冬虫下草怎么来的 其实呢是在我们这些 鹅的幼虫啊 这些身上呢 有一些真菌啊 它就去寄生在这个上面 于是这个虫虫呢就被菌感染了 于是导致呢 这一只幼虫呢 它就被细菌寄生 于是就死亡了 只是这个被寄生的这个毛毛虫呢 我们把它当作药来用哦 它具有一些 哦 医疗上面的疗效 所以我们就是叫做冬虫下草 因为它冬天是虫 但是因为它被寄生了 夏天 它就死掉了 然后它就变成草 所以我们说它就是说冬虫下草 好那接下来大家不知道 我们记得我们刚才讲的几个东西哦 第一个是掠食 掠食呢是对一个地区东西有利 另外的东西有害哦 因为一个东西把一个东西吃掉嘛 一个吃饱 但一个被吃了 好可怜 好接下来呢 第二个是竞争关系哦 这个对双方都是有害的哦 竞争互相就是攻击嘛 或者互相就是 竞争一些资源的时候 总是呢会受到伤害的 好那接下来 偏力共生呢 是对一个东西有利 对另外一个东西没差 就是应于获得了 它可以游泳的距离 它吸在它身上嘛 打电车 但是对鲨鱼而言其实没有差哦 好那互利共生呢 就是互相帮忙 然后互相得利 就是牛被鹿能够清掉牛身上的一些虫子 但是白鹿丝或牛被鹿 它其实就可以吃饱 所以这其实是双方都得利的 接下来不要忘记了 我们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寄生 它对一个东西有利 但是对另外一个东西有害哦 你寄生在它上面 它可能养分就被吸走了 或者是这个就因此而死亡了 所以对一个东西有利 对另外一个东西是有害的哦 好我们今天课程到此结束 记得大家把这五个关系背起来哦 所以改天你可以看看 就是你跟你隔壁同学 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哦 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